伏通保險 多謝新城財經台 攀發壽險類別的 傑出整合營銷策劃獎 事實上一個好的產品 需要有卓越的營銷策略 才可以吸引到我們的目標客戶 加強品牌的滲透力 亦可以增加產品的銷售額 普通保險 在產品推廣和社會公益事務上 在今次的項目 是特別加入了一些特別的元素 就是中國人一向很重視的傳承概念 首先 我們很開心 可以邀請到 中國女排奧運冠軍 惠約旗 擔任我們旗艦產品 盛世全家寶2的升級代言人 惠約旗 是中國很受歡迎的體壇明星之一 還是我們今次 盛世全家寶2的第一位客戶 當然 他的幫忙就可以加強產品的宣傳效應 亦可以增加了我們產品的實力 普通保險 很重視每一次項目推出的最佳時機 今次是惠約旗退役之後 接拍的第一個廣告 所以他的專訪視頻 吸引了過千萬的粉絲去收看和討論 在知識傳承方面 公司推動所有員工 響應一個救醫徵集的行動 我們每次收集到一件衣服 公司便會捐出一本圖書 給國內山區的小朋友 而我們今次總共收集到近二萬件衣服 另外 普通保險很支持 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 和希望工程 大學新生圓夢行動 這個項目 我們總共支持了六位同學 他們都是華南理工大學一年級 品學兼優 而又有點貧困的學生 我們為他們提供了資助 用行動去實現 改變生命的力量 在將來 普通保險會繼續在不同的渠道 包括廣告宣傳公司 活動贊助 客戶活動等等 建立一個更強的品牌形象 宣傳 守護傳承 就是苦通 這個訊息 實踐良好企業公民責任 和客戶共創 一個更豐盛的未來